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聚焦重大国际名声 各界政协委员积极建言宪策 今年的两会即是深入研读认识 四个全面的重要场合 也是凝聚力量 推动落实四个全面的宽广的平台 四个全面是抓住了中国当年发展的牛鼻子 两会既要塞一塞以前的成绩单 但是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的发展和改革加码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一年过去了 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 迈向中高端水平 为员们积极建言宪策 经济转型能不能够尽快地形成 以服务业主导的基本格局 如果这个格局能形成 不仅对保持中高速增长 而且对扩大就业 对推进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 都会带来诸多的影响 应该在短期国债这方面 加快它的研究和具体的方案的设计 促进国债期货正面效应的发挥 现在香港的经济压力还是越来越大的 但是最主要还是以祖国 作为强大的经济后盾来说 我们认为还是面对一个很难得的机会的转捷 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去搞一个最大规模的 人工智能的集群 开放给社会的公众 让大家一起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创新 用我们的技术 用我们的产品来带动中国自主创新的发展 现如今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 在家里就可以就业和创业 因此就业弹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无论是增长转型还是改革发展 2015年都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 围绕教育公平 医疗改革就业养老的名声热点问题 委员们深入基层 扎实调研出新招 信息公开实际上是环境保护的第一步 这些年跑到垃圾厂 包括这个焚化厂 包括这种重点污染源的这个企业和这个机构 同时呢跟环保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沟通 我自己呢 升到乡村升到基层呢 写了一些提案 关于如何做好这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转移就业 希望我们国家通过对全国边界的 互边缘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化 让我们更多的这些边界的这些互边缘 能得到这样的一些保障 土浪无量的防止工作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要健全法律法规理系 增加资金的头路 加大技术资认的力度 高考改革一定是要改掉这个依靠定中生 从多元的这种录取方式上来考虑这个 这方面的事情 建议国家能够把治理沙漠纳入 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规划之中 鼓励农业产业链上的这个龙头企业 去发展农村普通金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